大家先请喝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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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法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看课本105页 5页 蕴香蕴五十二经 看到1234567 那么前面是说到佛陀 前面是说到这个佛陀 跟比丘讲 非奴所应之法当尽舍离 那跟二十三经 非奴所应之法移速断除 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他举了一个批语 什么 要先说明 什么叫做非奴所应之法 就是你不应该执取的 这些法 那么你应该尽数地舍离 就舍离你所执取的 就是你应该放掉这种执取 那什么是你不应该执取的 就是你的五蕴身心 那为什么不应该执取呢 接下来就讲这个理由 先跟你讲一个宗旨 然后跟你讲为什么 就是一个核心 一个宗旨 非奴所应之法 以应当述舍离 应该尽早地赶快地放掉这种执取 因为你抓得越紧 你后来的痛苦就越深 你抓得越多 后来的痛苦就越重 那么所以要赶快放舍掉这种执取 那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身心五蕴 就是我了 对我的执取 那为什么 为什么执取这个就会产生痛苦呢 这佛陀都会讲原因 为什么 为什么不放掉就不可以呢 为什么抓着不行呢 就好像说 舍利夫 那么跟比丘说 那么佛陀说要调伏玉滩 那为什么一定要调伏玉滩呢 玉滩有什么过患 要去调伏它呢 不调伏玉滩又会怎么样呢 那基本上这一些都要讲清楚 那你看佛陀基本上 第一个就是告诉你 你应该要这样做 第二个跟你讲 那么要做些什么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 那我常常讲我们学佛也是 这个就是一种 这个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像苦即灭倒也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那我们有什么苦 那佛法是离苦的 那为什么要离苦 那如果不离苦 那会怎么样 那怎么样才可以离苦 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叫做离苦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嘛 那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些问题 这些就是苦即灭倒 就是你要修行 不管你修什么行 比如说不管你做什么 做法会啦 拜灿啦 念佛啦 持戒啦 修禅定啦 朝山啦 出家啦 你都要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有什么作用 那要怎么做 才能够产生 就是真正的作用 那我又做了些什么 我产生了哪些作用 那这个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发现我们的佛教徒 通常都没有这样在想 可是你看 我们不要 我们单单看这种经就好 他都跟你讲 佛陀告诉你 你要怎样修 接下来他一定会跟你讲 到底要修些什么 怎么修 为什么 那么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佛教徒 不管在家出家啦 凡事都只是跟着做照着做 上面的怎么教 我们就怎么做就好 不要问太多 不要想太多 然后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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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但是 尤其是北传的佛教徒 基本上都是民信 盲信 然后盲宠 大家都这样做 我们就这样做 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做 我们就这样做 一个大德 很厉害的 号称 功称有修行的 这样说 我们就这样信 教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这样做 不是 即使佛陀教你 他都要跟你讲清楚 我觉得观念很重要 先要有正确的观念 才会有正当的行为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佛法里常常讲 会与众生真实利益 让众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常常这样讲 意思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都是表面的 暂时的 不真实的 比如说你念博没功德吗 有 持戒没功德吗 有 观呼吸没功德吗 有 潮山没功德吗 有 持咒没功德吗 有 拜颤没功德吗 有 但是有没有真实的功德 这个就很难说了 就好像我常常讲 头痛吃止痛药有没有作用 有啊 怎么会没作用 睡不着吃安眠药 有没有作用 有啊 怎么没作用 但是它能够解决你根本的问题吗 它不会引发副作用吗 会啊 所以我常常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很多观念要清楚 修行的观念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宗旨 所以我常常说每一本经里面都有修行的宗旨 那么修行的宗旨里面一定会跟你讲道理 修行的原理 那么一定有方法怎么样得到这样的符合这样的宗旨 它一定有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一定有次第 然后最后才会跟你讲修行的功德 你这样做了之后会得到怎么样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 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会得到究竟的利益 它一定有这一部分 你看单单很少的经都有啊 它都一定有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布派佛灭后的这些论诗就这么说了 修多罗赐地所显 它一定有这样的 那这个我们就叫做道 它含三个部分 道理就是宗旨 原理这一部分 那么道路方法赐地这一部分 道德 暂时的利益 究竟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 这一部分 一定有这个 那你如果不清楚的话 你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我这样做就有这样的利益 我送了经就有功德 我功德就可以回向 那回向那个人就可以得到我送经的利益 真的吗 真的吗 佛说是有就是有 我们要相信 因为佛法不可思议 这个是最多人 最多人的迷思啊 不要怀疑 这佛的威得力 不可思议 他说念这个咒 可以灭无腻时候就可以 他说你命中念一尊佛可以往生 就一定可以往生 你不要怀疑 你相信就是了 你念就是了 我告诉你佛法不这样说 佛法一定跟你讲清楚 让你明白 告诉你为什么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往往底下看 所以这个是前面的 前面佛说 不是你应该持取的 你应该尽快放射 因为你抓的这些东西 对你有现前的跟未来的伤害 但是你不觉得 所以他告诉你先提醒你 韩玉说 死者所以传道受悦解惑 所以他一定要告诉你 后面就要告诉你为什么 好 那他说先举个例 他先告诉你 你要舍离不应该持取的 再告诉你什么是不应该持取的 就是身心 它是根本 那么因为你有持取这个身心 而来持取世间的一切 那么由持取世间的一切 又反过来伤害自己的身心 未来的身心 现在的身心 让自己的身心受苦 这个是五蕴六处的这些 已经仿佛在说的东西 他举个例子 为什么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为什么就 你不舍离这样的持取 为什么 你就会痛苦 他说 就好像 奇缘金色的这些树木 为什么有人 整理地把这些树枝枯枯枝 或是树木 砍一砍拿回去 你都不会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些树木不是我的吗 不是属于我的吗 我就想 有人在你们家外面 那你会不会烦恼 不会 但是如果他进到你里面 就是不是我们的居士 他把你的花 如果他外面拔花 你也不管他 如果你种了这么多花 他在进海里面 就把你的花拔走了 你会不会烦恼 肯定会 这个是我们的 你要跟我讲 是我的 所以你要跟我讲 你如果要 你跟我讲 我们会送你 那你不要失字拔 这个是一般都会这样 那么一样 他说七元金色的树木 为什么人家树枝 他不可能拔树 树不可能拔掉 树枝这些拿走的 为什么你不会痛苦 因为这些不是我的 好 那我们的苦是心的一种感受 苦是心的一种感觉 这个苦从哪里来呢 从根 成 世 和 和 就是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 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那不符合我们的期望 那么我们就产生痛苦 所以有苦受 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你执取 执取 这是我的 应该要这样 符合我的利益 不符合我的利益 那么感受的身体 通常都是因为 你有执取 所以他就讲 就像这个例子 所以非奴所应者 当尽舍利 尽就是救尽 就是你把它全部 一丝一毫都不执取 那这个当然就是 挣阿罗汉 阿罗汉 我们一般来讲 还有一丝的 我执没有执取 那个叫做 余曼未尽 我们叫做 巨生我执还有 但是还有一丝丝 但是这一种 就是挣了出国之后 根本拔掉了 虽然还余留有一些我曼 但是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但是他还是会有苦 依然会有苦 那么舍利已长夜安乐 长夜的意思就是 一旦舍利了 从今以后 你不管是 这棵树的人家砍去 那棵树的人家砍去 乃至于台风来了 把整棵树都拔走了 你都不会痛苦 这一些草木 来自于人 来自于怎样的情形 因为你没有我 我所了 所以你基本上 不管是树 不管是草 不管是花 不管是人 乃至于你的国家 你的民主 乃至于 就回教徒进来 把这个佛教的试验都破坏掉了 你也不会因此产生痛苦 你只是会觉得可惜 甚至 释迦牟尼佛 佛要露灭了 你也不会痛苦 但是如果没有 从你家的树木 被风吹倒 种了很久的一棵木花树 突然遭虫 你都会感到 哎呀 我还不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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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这样 然后一直到 你的国家 你的民主 乃至于你尊敬的师父 往生 你都会很痛苦 那么这些都是 你执取 只是你执取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那当 当你不执取的时候 世间一切的变化 都不会对你造成影响 那个就是无常 因为你深知无常 所以他前面就一直跟你讲 那为什么不可以执取 因为一切法不断在变化 它一定是无常的 变化到最后一定会消失 因为有违法 它就是有这种特性 身 住 义 灭 有身就必然有灭 从法上来讲 那么从人来讲 有身必然有死 那么即使是否出现为一个人间的人 他必然是已有身有死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乃至于你自己 都是这样 那么你了解 深切了解这样的原理 你会发现 知道是知道 但是担忧还是会担忧 这个是最常见的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并不是知道了就马上证到 不是 就好像我也知道无我 对不对 但是你证得无我吗 没有 那又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就是 你一开始 这个就是波勒讲的 你从文字波勒起 观照波勒 它这个观照是随顺与无肉的 随顺与真实无我的 你现在虽然观无我 你是用有我来观无我 所以你还是有我的 但是虽然是有我是有为的 是有肉的 但是它是像无为像无肉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要怎么样 要观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我常常讲 三种思维 第一个你要先观对 要无常的无我的 这个原则不能变 如果你无常的无我的 无常的苦的无我的 观到最后你变成 有真实的 有常的 有热的 常热我记得吗 有一个真我 那么这个就偏了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你这个原则不能变 一的这个原则 很专注的 因为你心不够有力量 所以要让你的心 散乱的心起不了大的力量 所以才要让你的心专注 才要训练你观呼吸 念佛 持咒 让你的心 督色六根 敬念相继 只是这个敬念 是没有杂然的 而且是 而且是顺解脱的 只是这样 所以才要让你修定 修定不是要让你有神通 可以变化 可以抑制过去 可以抑制未来 不是这样 是要让你引发无肉 就是让你的心有力量 好像那个火集中 来烧一锅水 那你不能够说 大火烧一下子 没有就不烧了 你要持续烧 那么它就会怎么样 慢慢慢慢 这个水就好像 我们的火箭一样 那你不断烧的时候 火值越来越少 那个水不断蒸发走了 水越来越少 烧到没有水 火值完全没有了 就蒸发掉了 那每个人的火值的程度 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要用多大的火烧 要烧多久 那么是取决于每一个人 那么 而且每一个人 比起一样 比如说修禅定 那么你这个定的力量 每一个人专注 还有过去生累积的 不太一样 你过去生累积了多少财火 有多少财火可以烧 你现在生用多大的力量 那么最重要当然就是 也有戒 防护 那如果没有 你这边火很大 那边风很大 一样力量也没办法 都破坏掉了 所以 我们的修行方法最重要就是要 震得无我 但是震得无我之前 震得无我的前方便就是 你的心要有力量 你用有我的心去光吾我 才能趋向于我 心要有力量 就是那种外在的障碍跟迫害不能太多 所以防护 那么它才能够 你有多少财火 有多少火 它就显出多少力量 你的烦恼越多 你就不容易得定 你的五欲越重 你定就越不能成就 它就是这样啊 这个就是我们修戒定会的原理 但是最终是为了要烧 烧掉这一锅水 你积聚了那么多木材 烧了那么多火 却没有去烧水 很多都是这样啊 那就麻烦了 那你像提伯达多 听了那么多金 修禅定也得定了 他只是为了显现神通 去得到更大的明文力 你看 那这个就 他偏了 所以我常常讲 要三种思维嘛 如理思维 要先想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八正道里面的 正见正思维 要如理 那什么叫做理 合与无常如我的 合与三法应的 就是如理 不合的就是不如理 你一定要先这样 如果你的无常 最后没有通到无我 你的无常也不如理 那这个要明白 外道有一些也关无我 但是他的无我 只是没有这样的我 还有一个真我 那个也不如理 那么 有一些认为无我 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 他也是无我 但是那个是断面论 那个也不如理 所以从这里来讲 如理就是 不能落于常见 不能落于断见 简单讲是 没有常见 没有断见 多一点就是 没有六十二种 邪见 反正就是 你没有 你没有这一些 不如理的观念 然后进一步 你这种如理的观念 要常常 奢侈在心 我们叫做正念正知 那是要随时意气 看到任何的事 你都要知道 无常无我 发生任何的事 你都会想到 无常无我 那么像现在发生 这个泰鲁阁 这个史那么多的 并不是发生这些意外 才是无常 天天都无常 刹那刹那都无常 每一个身心的变化 都在无常之中 那么 但是我们通常 要发生很大的意外 我们才会讲 哎呀无常 无常不是感叹词 无常不是从有到没有 从没有到有也无常 有一直在变也无常 你从小到大 还是都有啊 也是无常 那么你这个观念清楚了 你发现到 世间 世间不断在变化 身心不断在变化 这个就是世间嘛 身心世间 五蕴事间 就是我们的身心嘛 那么国土世间 世界不断在变化 那么人跟人的关系 一切众生也不断在变化 有情世间 那么你会发现到 这个世间没有不变化的东西 非常深刻 深刻到你 眼睛一打开 就看到无常 眼睛一闭着 也看到无常 那么这样的话 你那个无常 够深刻的话 你从无常里面 透露 无我 无自信 那不断不断的去观照 不断不断的去观照 硕硕思维 很专心 都射六根 经历相维 就是一直保持着这种观念 所以正念后面是正定 正定后面才能得解脱吗 一样是这样的道理 那奴隶思维 就是八正道的正见正思维 就是六度剝洛蜜的剝洛为导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把握了这个原则 那你就能够渐渐趋向解脱 渐渐趋向解脱 像我们知道 广青老师上 都是劝人家念佛的 你以为他只教人家念佛 没有 他也教人家观照无用无我 有一天他的弟子就问他 他有一天跟他的弟子讲 你们要知道 这个身心不是我的 跟这里讲的一样 他说 你们要知道这个身心不是我的 那不要只取这个身心 只是说他这里用非奴守阴之法 当尽舍利 那广青老师上是说 这个身心不是我们的 不要去只取这个身心 但是他的弟子就问 他说师父 我也知道 因为我们学佛人大部分都知道 无用无我 身心不是我的 那么广青老师上是说 这里是说不应直取 当尽舍利 那一般的人说法 广青老师上的说法就是要看破 看破就是要舍利 就是你要看到无常物 那么他的弟子就问他 师父啊 我也知道 但是我们还没看破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执着啊 痛的时候就很执着啊 就很痛苦啊 怎么办 我们又不是你 又不像你这样 就是一般人都是这样嘛 都是渐渐的 管理老师上说什么 其实这个也是要做做休息的 就是你要这样想 第一个你要先想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常常这样想 比如说他举个例子 我觉得也可以 比较我们一般的人用的 他说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你在痛的时候 他说你这样坐在这边听我讲经 那做到酸会痛啊 也会酸也会痛 这个时候越想到酸就越酸 越想到痛就越痛 会坐立不安嘛 你不要去想他 你要这样去想 这个身体又不是我的 酸就让他去酸 痛就让他去痛 我看你能够酸多久 我看你能够太多久 当然有些人也没办法 但是就是你会发现到 你越直取 他的痛就会加重 真的是这样 他讲的是很平实的 但其实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其实就是说 因为他对你去讲 我也知道五蕴 身体不是我的 师父也常常在讲 但是痛起来了之后 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无常的 但是人家骂我的时候 我就很难过 我就很想骂他 都知道无常啊 怎么不知道 无常是无常 我现在就很生气 一切都是虚幻的 还所有相就是虚幻 我知道 但是我的心就是很痛苦 就是很烦恼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是一开始 你要持续关 因为你关不深刻嘛 你平常没在关 平常没在关无常 没在想无常 只有痛苦来的时候 才想无常 那怎么会有用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心 一般我们是这样 心静下来的时候 都在想 我要什么 都在直取 心静下来的时候 我等一下要去吃什么 我等一下要去哪里玩 都在直尺无欲 来让这个身心受热 或是在直取 哪一些人都有不好 哪一些人怎样 很讨厌怎样 直取 都在直取 好跟不好 不断在直取 不断在直取 你没有做舍离的动作 那一旦境界来的时候 你忽然间想到 一切无常的 我告诉你 那个没有力量 一切都是虚幻的 一切也文化如梦 没有 我告诉你 那个是没有力量 那个是 想要自己骗自己 让自己不痛苦而已 但是实际上 你不是真的这么想 因为你平常都没在这么想 所以 他的弟子也问他 他说那怎么办 他说 你就是要常常 时时地对自己 常常这样想 那么一境界来的时候 你就要对自己说 这个身体在痛 不是我在痛 可是 他不是痛的时候 才这样想 那快乐的时候 你都不会想 身体在快乐 不是我在快乐 那意义就 那就没有作用 你知道吗 所以 我们犯的错误就是 平常没在想 平常没在用 那个菜刀 放在 买一把金门的菜刀 听说有多锋利 因为太贵太好用 我就收起来 忽然之间 要来切东西 拿出来不知道怎么用 我们有时候佛法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常常观照 这个我们叫做做硕硕思维 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阿安静 听了法之后 独一进触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干扰 你有干扰心散乱 所以要独一进触 重点是没有干扰 因为平常只要有静 我们就会受干扰 因为心静互为影响 我们讲缘起有三个 身跟心互为缘起 就是互相影响 各种因缘 身体会造成心的不安 身体的痛苦 会造成心的痛苦 心的忧患 会造成身体的忧患 他身心是互为影响的 心跟静是互为影响的 不好的环境会让我 会让我的心不安 我的心不安 又会制造很多不好的环境 那么这样心静是会怎样 又会早感很多不好的环境 那么心跟心是互为影响的 你的心可能影响我的心 我的心又会影响你的心 你高兴的时候 我看到你就算不知道 你在高兴些什么 我心情也跟着你快乐 你生气的时候 我虽然不知道你在生气些什么 但是我就会怕你 我就远离你远一点 待会去扫着风台湾 一样的道理 我告诉你 心跟心是互为影响的 但你在看这个世间 不会就是这样而已 心跟静 心跟心 心跟身 那苦是从哪里来 从心来 苦受从哪里来 从静 从其他的心 从身 不就这样吗 那你不断去观 慢慢不断去观 慢慢慢慢 这种直取性就会渐放渐放 那种舍离就会见舍 这个时候也会有执着 但执着没有那么重 没有那么深 没有那么久 也会执着 但执着没有那么久 那这个就是进步了 那你要说说 一次又一次 那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用了几次没有效 可能我不适合这个法门 没有不适合的啦 没有不适合的 我还是念佛号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保佑我 离苦得乐 没有 我告诉你 你不这样做 你就长夜不得安乐 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我说 你不要以为广君老头上 只教人家念佛 没有啊 真正解脱的圣者 广君老头上 你看他讲的话 他不是教你念佛而已 念佛只是一个方法 先让你心静下来 先让你有个所缘 你念佛 你就不会念贪 念秤 念痴 念人 念人我是非 很简单 让你督射六根 纪念相继 当心有力量的时候 叫你一转 你就转进去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你不知道 你以为广君老头上 只教人家念佛就好 没有 不是 那所有的主持道德都这样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你看 他后来就跟你讲 射当尽舍离 射非如所应 包括射受想形式 其实是五应生性的 再进一步 这个是因为这里是讲 运相应 阴相应 如果你翻到后面 处相应 他这里的所有就变成 射受想形式 就变成 言耳鼻舌生意 射身相位处法 射身 执着这个声音 执着这个相 执着这个胃 所以八观灾界 叫做灾界 关闭 就是关闭你这种执着 让你不舍离 让你不接触这个境界 就算有这个境界 我们也要防复 八观灾界是这样的嘛 他就是五欲啊 不歌舞昌记 不顾望观天 不像万般 相有屠生 相啊 那不是欧高耳管大长醋吗 那一样啊 他就是射身相位处而已啊 五欲啊 让你的心 第一个 给你一个好的环境 到试验去嘛 你这些不多 试验里面没有 没有这一些的五欲 那么第二个 就算你接触到五欲 因为你有受这个境界 你会防复 那么你就能够一天 从今天到明天 一天 一般是落一日到落期的 但是落一日你能够做得到 那他就有力量 相续 说说 说说 你这一天里面就是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说说思维 慢慢慢慢 一次 一个月两次 三次 你力量就伸出来了嘛 那你回去之后 不是就不用 你回去之后有余事吗 有那种力量还在吗 就算你会懒着五欲 你也比较那么懒着 过了几天 过了两天 三天 开始又懒着了 那七天后 又来说了 就是这样嘛 让你的心 比较舍离 第一个要先舍离五欲嘛 那你才能够什么舍离什么 舍离这种对身心的直取 因为五欲就是让什么 让心快乐的嘛 让身快乐的嘛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啊 那这个是原理啊 那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原理 你心里面今天 比如说 你就说八观灾界过五不死 你心里面老是在想 肚子饿得要死 明天我要去吃什么大餐 我告诉你 你那个心没有舍离 你只是嘴巴没吃而已 心里面一直在想 那个就不符合八观灾界 不符合八观灾界 你知道吗 那今天不能出 不能骂人 不能起恶口 今天 今天我受八观灾界不理你 明天你就知道死 那这种观念 我告诉你 这种观念不是受八观灾界 这种观念不是受八观灾界 心里面先忍着忍着 忍到我明天早上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一直用内话 要知道说 我今天受八观灾界 所有的烦恼都不入心 那么我今天就是念佛念法念生 那么所有的贪嗔痴 我都秉除在外 不管什么事 再也没有比我 慈戒清净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都放到明天以后 再去想 再去做 今天我最重要的 就是把这个戒慈清止 那么其他的不想 你不要想说 今天我慈戒不能做 我明天来做 我明天要怎样 那这些其实 你的心 身也许持了 心没有持 可是功德是依心有的 不是依身有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无常无我也是这样 你常常要去观 无常不是发生意外才无常 有没有意外 一直都在无常之中 无我不是你去观才无我 你观不观 一直都是无我的 只是你看不清楚 要让你看清楚一点而已 专心看清楚 那所以要定啊 你走来走去 你走来走去 你也看我不清楚啊 你站着好好地看我 你才能看得清楚嘛 你走来走去 你一直观察我 你都观察不到 我的真正面目 因为你乱掉了 心乱掉了 你一直在动之中 那这个是佛法的道理 好 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底下就跟你讲 给你分析啊 给你分析 为什么是无常 为什么不能执着无运 那么他说 色为常为无常 他先问你 那如果你认可了 才接着讲 如果你不认可 你说色是常 那之后他就会再跟你讲 那色怎么会是常呢 那如果是常 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那让你看清楚 但是这个色是无常 就是我包我们的身体是无常 这个是很明显意见的嘛 你从小到大 如果是常 你怎么会从小到大 你不可能从小 你这么小就这么小 五公分就五公分 十公分就十公分 那比如说你一出生是三十公分 你不可能长到现在一百多公分啊 那你的眼睛本来很小 不会像变得很大 你的头发很细 不会像现在很粗啊 很长啊 不会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所以色是常还是无常 那我们说 讲到这个色 基本上 五蕴里面主要就是指这个身体 但是六处里面扩大 扩大到脚 所有的色身香味处 基本上都在色法里面 言耳评则身 都在色法里面 好 那朱比丘 白佛言 无常 世尊 基本上要 世尊是无常 那么比丘 那么如果是无常 那是不是苦呢 那么这一点 有一些人有疑惑 虽然是无常 不一定是苦 那么我们讲 无常就一定会苦吗 不一定 无常不一定苦 那我们先举例 比如说 我们刚才有讲 无常不是不好叫无常 我们通常把不好叫做无常 有钱 变成没钱了 无常 健康变生病了 无常 活着死掉了 无常 但是 你本来没有孩子 生出一个孩子来 那也叫无常 对不对 你本来很穷 现在被很富有 还是无常 所以无常不一定苦 但无常为什么会苦呢 无常为什么会苦 不一定 你们还没有看到 前面有讲 没关系 我们来问 对 因为执着 你不执着就不苦 佛的身体 佛的身体是常还是无常 佛的身体也无常 舍利佛的身体是常还是无常 也无常 佛老的时候会不会苦 会不会苦 会 会有什么苦 但是辛苦不苦 不苦 所以我们就开始 什么是苦 苦有很多种 前面我们不是有讲过吗 有看那个有一苦二苦三苦 有四苦五苦六苦 有无量苦 好 那么 无常故苦 是因为这个苦 重点指的是辛苦 心啊 那么为什么会苦 因为有执着 我们的世间 我们的身体 也无常 佛头的世间 佛头的身体 也无常 可是 佛头看见的无常 不会不只取无常 不只取常 因为你只取常 就是你不希望它变化 它一定会变化 我们也知道它会变化 但是 要在我们 我们同意的范围 或是我们希望 期望的范围里面变化 不要超出我们的范围 叫做意料之外的变化 当然也有意料之外 忽然之间 中了 中了乐透 那也是意料之外 可是那个不会苦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所期望的 范围里面变化 那我们就不会 但是佛头不会因为变化而痛苦 如果 如果你的徒弟背叛了你 你会不会痛苦 会 佛头会不会因为提博达多 背叛他痛苦 不会 如果你的家族被屠杀 你会不会痛苦 会 一定会痛苦 杀父之手都不共太天 杀我家族 那还得了 如果你有神通 如果你有那个如来神掌 你一下子就把他打死 但是如来 释迦佛 会没有 有没有因为他的种族 被流利网屠杀 他痛苦 他也没有 他有没有报复 也没有 那么 所以 我们就发现到 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 有了错误的执着 其实就是这样 有了错误的执着 那什么是错误呢 就是 本来就是无常的 一切是一业的 那么 你要断的 你要断的 就是这种执着 所以我们讲 这个波斯尼王对于佛说 有爱才有痛苦 没有爱就没有痛苦 爱就是一种执着的方式 贪爱就是执着的一种表现 承认是执着的另外一种表现 那么 有爱就有痛苦 波斯尼王很不能同意 要没有人爱才会痛苦 有人爱怎么会痛苦 要你不爱人 你才痛苦 你爱 你爱所有的人 那么你应该很幸福才对啊 不对 有爱就有执取 有执取就有爱 那么 你有爱 你就会产生痛苦 你有多爱 你未来就会有多痛苦 所以他就跟你 他就问那个莫利夫人 你师父是不是讲错了 怎么会 照我们现实来看 没有爱才痛苦 没有人爱 没有去爱人才会痛苦 那么 你有很多人爱 而且你很爱人 那么你应该是很幸福的 他说 他说国王 他举很多例子 他说国王你爱不爱我 莫利夫人 爱啊 有一天 我被人家伤害了 我死了 你会不会痛苦 会啊 很一样啊 就是这样 因为无常 这个就是无常顾苦的原因 但是无常顾苦的苦 主要是你的心会痛苦 那么 那么无常顾苦的原理是因为你直取 直取 那么你直取的就好像 我们对佛 因为佛现在已经入涅槃了 佛还没入涅槃的时候 舍利佛 穆建连 阿难 这一些都是佛弟子 对佛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喜爱 可是佛入涅槃了 一样是圣者 阿难是出国 舍利佛 舍利佛穆建连在佛入涅槃之前就入涅槃了 大家设 或一些大阿罗汉 他是 他不会因为佛的入面而痛苦 他只感叹 世间的人 太没福报了 佛太早入面 佛多留一天就可以入 但是因缘就是这样 他不会感到痛苦 他只会感叹 但是阿难就哭到 不省人事 差一点不省人事 那其他的这一些 没有正果的 那就更厉害了 甚至 你看 那一些国王 那一些国王 为了抢佛的舍利 还派兵 不习 不习一战 你看 那这个观念就差很多了 那么因为听说 只要供奉佛的舍利 就会有福报 所以不习 违反佛说 不可以杀身 不可以称恨 不可以以怨 道怨 不可以害人 五戒都不管了 派兵 要抢舍利 你看 这个就是说 你对佛法的了知 在什么样的层次 功德真的是从舍利生出来的吗 没有 你供奉舍利 真的就会有福报吗 不是 你供奉 它是借由供奉舍利 生起对佛的尊敬 跟从养 借由对佛的尊敬跟从养 以佛为模范 学习佛的行为 那么你的功德 是由你的心 学佛 生向佛学习 学习佛所做的 持戒 不思 行善 这一些来的 不是你供奉佛的舍利就有 一样 我们拜佛像也一样 念佛也一样 真正的功德 并不是你念佛的名字 你拜佛的这种塑像 生出来的 不是 而是 你的心向着佛 学着佛 你的行为与佛相应 那么 佛这样修有功德 你这样修也有功德 佛用清净心来布施 有无肉的清净 你用清净心来布施 一样有无肉的清净 是这样来的 佛吃了 佛吃了番茄 有维他命C 你缺维他命C 佛告诉你要吃番茄 你一样有维他命C 它一样的道理 它是如是行 就有如是功德的 所以它重点在告诉你 原理你要做些什么 你要怎么做 你就会具足些什么 我们后来就慢慢变了 我们好好把佛的经送一遍 把佛的名字反复念 那么 有空的时候 一直拜佛 我们就有功德 我告诉你 不能说没有 但没有真实的利益 表面的而已 表面的而已 那么 你没有真正去学佛 你只念佛 拜佛 但是你没有学佛 我告诉你 没有什么功德 就好像今天八王真舍利 真的 大家谁都不让 打仗 有一个国王打赢了 把所有的舍利抢回去 抢回去皇宫供养 杀了其他国的人 被他打败了 他有功德吗 不但没有功德 还造很多的罪业 他会不会因为要 拜了这个佛的舍利 灭他的罪 没有 争取他的功德 没有 你要吗 你念佛 你拜佛 你诵经 你如果没有真正理解 佛告诉你的道理 依着佛告诉你的道理去做 叫做 清净善事 是为了听闻正法 那么因为善事是佛 大善事就是佛 佛不在了 所以以他的舍利为善事 一样的意思 那么是为了听闻正法 所以金刚经才会讲 此经守在之处 极同有佛 是为了听闻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金刚经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 崇拜舍利 所以他跟你讲 此经守在之处 极同有佛 好像你在拜佛 拜舍利一样 一样的功德 其实他就是要把它引导过来 你要依法 要依法 那么你听了佛法 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 要法随法行 这个就是事欲留之 那如果你不清楚这个道理 我告诉你 你虽然学佛学 学佛不是看年知的 我民国几年皈依的 我民国几年出家的 我读了什么经 都不看这些 也不是看你拜了多少佛 念了多少经 都不看这些 也不是看你有多少师父 我经过什么法王的家持 灌顶 我亲近过谁 亲近过谁 你亲近过谁 有什么 跟你现在是什么 如果没有关联的话 那就是 那不讲你这个人更愚痴吗 那你说 你说你现在很口渴 我去游过太平洋 我去游过大西洋 你现在就渴得要死 你游过太平洋 大西洋又怎么样 没有意义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道 我觉得 虽然我们现在在读这些经 我们如果没有把很多的东西 反复厘清楚 讲一次有时候就忘记了 每次讲 每次讲 学佛的原理 那么你如果不清楚 不深刻 清楚是清楚 不深刻 我告诉你 很快就忘记了 叫做忘念 叫做思念 所以 一教经跟你讲 你最好的就是 你常常正念正知 不思念 你再怎么精进 你不晓得用不到方法 用不对方法 你的精进 也不过是外道的精进 那你知道 为什么做不到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 你没有常常提起正念 你没有做错思维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先下课 我先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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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下词